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圣火竞技场周边73-78元神纳塔5.0版版火神铜全收集顶级路线 一完结共计108个 荣水于上半79-87元神纳塔 5.0版火神铜全收集顶级路线每分P4 好,本批我们来拿一下圣火竞技场周边的火神铜 好,首先我们跟我打开地图 来到这边的这个七天神下 好,出来之后我们直接看一下我们的东南方向 沉上看这个石柱上就是一个火神铜 我们爬上去拿一下 好,然后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好,就是我们来到火太棒的这个床的锚点 因为这个神铜的话是需要从最高的山峰那边起飞的 好,我们首先朝南方向这边跳下来 接着我们朝南方向继续向前走 接着我们先跳下来 好,看一下我们的东南方向这边 这边会有只草龙,我们不提一下 接下来就开始跑步了 我们跑到这个南 中南方向这个最顶上 什么山峰最顶上 虽然我们能爬也挺快 但是这边有龙嘛 那才有龙,攒就完 好吧 有龙,攒就完 没龙的话就爬 没办法 还有龙这边爬 这边成为跑步高手好吧 我们点燃恢复一下 好,继续 二连跳啊 他说拉,应该是 最技巧就是跳一下 拉一下跳一下再再接拉再跳 这样两次循环 其实跳的是蛮高的 好,拉起来再跳一下 再拉 再跳 好,跑到顶上 这边还有这龙,我们换成一下 这边一个七二把枪我们开一下 开完这边拖出一个叶子 我们沿着这个印子 稍前拉过来 一段 二段 第三段的话就是一个神通所在 我们过去拿一下 然后这个神通 接着我们还在地图 好,这我们来到 系统前下 左下放起个墙场宝典 好,出来之后我们北方向面前 往底下看 就是一个火神通拿一下 好,拿完 看一下我们西南汉的这边 朝前走 可以看到火神通 悬崩在半空中 但是这个高度我们拿不到 我们需要建筑一下草龙 我们继续 沿着西南汉这边 这小路朝前走 看到 这对面 这边也就是草龙 我们或去附体一下 摸壁醒机 好,我们附体草龙 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北方向这边 直接走,拉过来 好,这我们 瞄准 拉过去 然后再跳一下 再瞄准 OK,拿到这个火神通 好,拿完之后继续 诶 这怎么进任务了 我们跳过一下 好,拿完之后我们继续沿西北方向 朝前走 好,这边也印着 人拉 闪丘拉 一直走 好,点到西方向这边印着走 直到我们看到 一个瀑布 看到瀑布的时候 我们觉得差不多停下来 悬崖变成看到瀑布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停下来 哎呀,可以看到前面有瀑布了 好,我们差不多解除 龙形态 好,变成人 然后坐到瀑布顶端 好,我往下面看 底下 泛孔之后一个神通 我们 HUDGE拿一下 好,对准位置 好,然后这个神通 然后拿来地图 这是我们买到生活经营产下翻的这个 长长八点 好,出来之后 我们接着出门右转 走上这个木桥 走木桥 我们朝 这个东南底下 这样你还发现这边 向下看 从木桿再跳下来 这个底下的柱场就是一颗 神通 来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背包 好,对象出了 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是收集了78个火神通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我们本批来拿一下 龙水域这块区域的火神通 好,首先你跟我打开地图 来找龙水域 右上方的这个 潮生锚点 好,出来之后我们开向南方向这边 面前就是一个死柱 爬到顶端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火神通 我们朝上面爬 好,爬到顶端拿到这个神通 跳一下 好,拿完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这时候我们来到他 左上方的这个锚点 好,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东南方向跳下来 好,看一下我们底下 有一群这个龙溪在游了 我们随机挑选一个星云儿 好,复生一下 好,就面前这是对镜的吧 来,升一下 好,不能让我们继续 朝东南方向向前游 这样呢 对面这个水池上面 有一个火神通 跳起来拿一下 好,拿完踩这个旋车 好,把南方向跳上来 好,上了之后我们脱离 脱离龙形态 变成人 接着我们看上 我们段方向吃碎里 有个虾子打一下 好,打完是一口水通 我们去拿一下 好,拿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好,还是回到之前这个盲点 好,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北方向这边 爬上来 爬上山坡 好,上了之后 我们连东北方向向前走 我们接着到对面的悬崖这边 然后下跳 好,从这个缝隙之中间 好,我们贴下去 好,下来之后 我们左软 好,像我们的北方向这边看 可以看到我们底下这边 有个断层 好,瀑布底下有个断层 我们目标到这里 逆地 我们进入一个洞窟 这是需要解密的 好,下来 然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东北方向 这边有个地龙 我奉承一下 然后我们走到我们的西南坎这边 还是底下 我们单过来的话 这有一个毁掉的这个蓝树柱 我们 我们使用地楼 潜入地底 然后攻击他一下 他就升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 点蓝 那他这个门就被激活了 然后我们进去 好,第一次进来 这边会有石块 我们一路往下面 坐屁股就可以了 好吧 你坐完 你会被传送进去 好 接着我们往里面走 好,记忆往里面走 此来 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 宽阔的场景 所以蓝树不够的话 可以冲一下 好,看一下我们的西南 他向这边 记忆往前走 好,然后前面这个大石头 大石头的顶上 就是一个火神通 我们爬上去拿一下 好,有这个地楼的话 爬上就很方便了 好,现在来拿到火神通 好,接着我们 他也来 看一下断团方向这边 天边有个装置 我们点击进入 好,就反而我们快速的爬上去 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爬上来可以的 也不慢 好,接着的时候 基云来 沿着断团方向这条小道 往里面走 你可以看到 前面就这里 一个火神通 我们拿一下 好,拿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这时候我们来到 左下方的这个副本 圣移物副本 好,出来之后 我们要看见 我们的南方向这边 好,我们爬上 面前一只堵墙 好,我再爬 好,出来之后 我们连在西南方向 先前走 不必行机 好,可以看到 我们前方有个 洞口 我们下一个神通 在这个洞口里面 我们在这边 对左位置跳过去 好,然后神通 再来 好,我们转身 好,看一下我们洞方向这边 走过来 这边有个 好,我们左手边这个笼子 我们过去拿一下 这里面有个钥匙 好,拿一下 抹除这钥匙 好,拿完之后 我看见洞的南方向这边 好,这边顶下有个绳子 我们跳上来 这有闪光点 这又是一把钥匙 我们爬高点拿一下 然后这个抹除钥匙 好,一共两把了 接着我们回头 这边有个机弯 我点击交付 钥匙 好,我们进来 好,一个南方向这边 一直走进来 看到 左手边 这边有个神通 我们拿一下 还有宝箱 好,想开可以开 好,拿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接着我们来到 右下方的这个锚点 好,锚点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看一下 我们的东北方向这边 超前走 好,你看 对面这个石柱上 有一个神通 我们走过去 好 好,把它拿一下 这边跳一下 好,拿完之后 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之前这个盲点 好,锚点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西北方向这边 我们下一个神通 在这个北方向这个山顶 最高属 好,我们需要这边是要绕一下 因为我们在山的背面 好,需要稍微绕一下 好,我们这边最好找 附近找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 草笼啊 有草笼的话 我们上去方便一点 有钩子可以的 好,没有的话就算了 没有的话 你继续往上面走吧 好,我们下一个神通 好,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向这边绕上来 我们必须紧 好,目标是最顶的上 好,我们再看一下 哎,底下有个草笼 来 西北方向就是下面 拿着草笼来 好,我们就勾一下 我们先随便勾一下 上面又有个印子可以勾了 把这印子勾一下 好,东北方向这边又有 继续波 好,再勾上来 你看它面前这边有个 雪史莱姆 我们拿下这个爆炸果丝 来攻击一下它底下的这个柱子 它就死了 好,被死了之后 它就会再换出一些印子 好,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这个印子 好,往上天上飞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神通了 好,一直绕着它 好,捞上来 拉一段 OK,再拉一段 拿到这个神通 好的,接下来我们打开背包 核对一下树莲 好了,下来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话 一共是收集了87个我神通 好的,我们下币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Fernanda 편 hover iff 看 续